第六名 哇 這怎麼可能 真的第六名 怎麼可能 這是我的第一名欸 也是我的第二名 那怎麼會在第六名 你們被廣告俗瞎了啦 你們做這一行的 你們做廣告廣告啦 歡迎收看今天的 美衣生任務 我們今天要來發生 關於過年最熱門的療程 你最喜歡做哪一種療程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知名的皮膚專科醫師 廖月利醫師來幫我們解答 那我們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廖月利醫師 醫師有提供給我們這些事 目前許多民眾會非常喜歡 做這個史上療程 那我們兩位呢 會先來猜一下醫師的榜單 那先給我們一個五分鐘的時間 讓我們猜測一下 猜題開始 對 今天大家可以在看喔 皮膚問題盛行率 最高的 如果以二十到三十來講的話 皮膚問題最多的大概會是什麼問題 痘痘 對 痘痘毛孔 所以他們兩位喔 你們如果沒有把痘痘毛孔寫在第一格的話 兩位呢 手感性滲出來 要幫他蓋一下 沒有欸 怎麼辦 好 我已經告訴你們答案的第一題了 你們也來不及改了 你們就這樣吧 等一下你們愛的小手 一人一個 齁 繼續有一下我們的答案 我覺得好羞愧耶 好像以前考試 考了很快很乾脆 他們這兩張叫夢想清單 對耶 他們這兩張叫夢想清單 真的耶 他們夢想清單是皮膚第一名 再來的夢想清單是 天佛 天佛 這就是貴婦 對啦 對啦 所以這是我的夢想清單 好 因為以前光照到我皮膚的時候 吸收力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他的反應就不是很好 現在藉由那個藥以後 就變得很精準 振脫到有粉刺的毛孔 或是有痘痘的毛孔 然後光被照的時候 就集中對準了那些痘痘 所以這個應該叫做 痘痘標靶治療 那我們是叫做標靶光痘治療 換句話說就是標靶治療 把你的痘痘知光光啦 平常聽到標靶治療都是在癌症 其實標靶治療 或是精準治療 是未來醫學的趨勢 無論是不是癌症 只要你有真的很精準的對症下藥 你都可以算是一種精準治療 或是標靶治療 那以前我們在插痘痘藥是全顏差 那現在呢 在治療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針對痘痘 很明顯的改善它 如果有痘痘會皮的人 你要記得喔 痘痘你要把它當成病 不要把它當成是 青春期自然現象 你再自然下去你就長大了 好 第九名 你的第九名是 我的是 腺管光漏 我的是杏仁酸 杏仁酸 杏仁酸是一個蠻好的醫美護膚療程 醫美護膚療程跟一般護膚療程不太一樣的 就是說一般護膚療程其實做的還是在角質層次 像杏仁酸它可以伸透到比較深深 特別是從花花 所以它會幫忙在接角質 所以它跟剛把光漏治療有一點點類似 只是說它的深度沒有那麼深 大家可以把光漏治療效果更好 那其實不是只有杏仁酸可以做嗎 還有很多酸啊 蘋果酸啊 蘋果酸啊 甘醇酸啊 萍蘋酸啊 九十酸啊 草菇酸啊 然後 藍菇酸啊 這裡的 然後可以用一堆酸 做酸大家都有一個疑慮 你知道酸中之王是誰嗎 你猜 我給你三個東西猜好了啦 好 葡萄酸就是九十酸 還有 甘蔗酸就是藍酸 還有七仁酸還有蘋果酸 四個好了 你覺得哪個是酸中之王 蘋果酸 錯 你是不是三個人 等一下 哈哈哈哈 你好我誰剛剛在那邊說 九十酸 然後蘋果酸 然後新人酸 繼續遇到 嗯 新人酸 其實酸有兩大效果 一個效果是代謝角質 這就是我們拿治療痘痘的 可是因為會代謝角質 所以它也會脫皮 那酸另外還有一種功能是保濕 所以你會發現市面上有些叫做蘋果酸 其實它沒有辦法脫皮 但是它會保濕 其中有一個酸 它是在最中間最平衡的 所以我說它叫酸中之王 那叫做蘋果酸 一全新人酸比蘋果酸更好一點點的 是因為 蘋果酸是偏向去角質的那邊 新人酸比蘋果酸在更中間一點點 最中間的是蘋果酸 所以呢 如果比較容易脫皮的人 你用蘋果酸或新人酸是好事 但是如果是油豆肌酸的人 做蘋果酸是最合適的 我問你一件事 胃腸不舒服 吃胃腸藥那一天你要不要吃飯 要啊 你多吃清淡一點啊 你常常聽到醫生說一天吃 你長痘痘不准拆保養品 你只能拆藥 真的是 你用清水洗 不要讓人吃到熱咳 我不會說你很害的啊 因為你就會開始脫皮 然後你就會開始不舒服 然後你就覺得醫生開了什麼火藥 你就換了一家 然後你的痘痘就一直沒有好就這樣子 所以我要講一個重點 你就算要治療點痘痘 你屁股的基礎保養也要做 只是說你必須在治療痘痘的同時 可能針對當下皮膚狀況的改變 比如說它變得更乾 那你就要多增加保濕 本來可能你是油性物質 你不需要保濕 可是因為你擦痘痘藥 你再脫皮 所以要增加保濕 所以所有的痘痘肌膚在治療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自己皮膚狀況的改變 來搭配一些基礎保養 第八名 二名是注射拉皮 哇注射拉皮還是這麼厚面喔 注射拉皮這個可能大家比較不了解說 注射為什麼可以拉皮啊 因為大家想像能夠拉皮的 就是變玻璃波還給我 蠻顯 你知道現在美容的層次啊 已經不是在皮上的 一定是在皮下的 所以有一些增劑啊 我們甚至叫他貴婦啊 甚至叫他貴婦女人的髮 因為他只要打一點點照 我們的皮下的時候 就是太多 最近我們皮下 不是只有膠原組織喔 還有玻尿酸 還有材料纖維蛋白 可以上一次的 當你這些東西在生脖子裡後 你自然就看起來比較精神 然後皮膚比較好 所以通常做這些 注射美容的人呢 他打一兩次以後 他就會覺得說 我的皮膚怎麼變得比較好 好像比做臉還比較小這樣子 因為重點你畢竟做的是 外表的腳趾的保護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也不敢打玻尿酸 也不想做太多的 一波電波 或是你有預算的考量 那你三個月半年 來打一針 打給臉頰 打一陣子就會發現說 自己的肺脊狀況者 變得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常見人家說 打你注射的那些注射 不只好是因為他 增加你的皮下的狀態 是這種 如果你今天打的是玻尿酸的話 玻尿酸是把它撐起來嘛 就好像去龍乳 你放那個龍乳夾體的時候 他是把它撐起來 但是他不會讓你皮膚變好啊 所以不是每個打的針 都是讓你皮膚變好 然後小燕跟針有大大的學問 對 小燕跟針呢 其實是 看你的妝髮搭配做的 不過要講一下 雖然叫做龜布拉提 但是沒有龜貴啦 那龜貴不貴 第七名是什麼呢 第七名 你們不可怕嗎 你都不怕喔 我想說什麼 你什麼意思 我這樣講 我這樣講出來嗎 他們這個是很有現代正確的科學姿勢 所以他們都不怕 我最常遇到跟我說 打完我不打了一步 我的皮膚會不會整個全部垂下來 我說 拜託你又不是橡皮筋 彈性腹疲乏了 怎麼會垂下來啊 我們打的肚子男日處 其實是讓我們的肌肉 還有其他的肌肉 去睡覺一下 他去睡個午覺沒關係嘛 比如說我今天砸眼 一定要砸一百次 我一年要砸三萬六千五百次 可是我如果打了肚子男日處 他去睡覺睡半年 他是不是少了 然後每天砸七次 就 數學好好 好痛 你看到一張紙 折三萬次 跟一張紙折的地方砸七次 拿一個折衡就比較砸 三萬次的啊 所以你剛才打 我剛才打 我剛才打 你剛才打 因為一打 你就少了一萬八千次的 皺折的次數 十年下來少了八萬次 比那個沒打的同學 你要不要看起來比較年輕 大家不要把他想錯了 不是什麼你打了以後 你就回不去了 你打了以後就回去了 你懂嗎 打了以後就回去了 回去少年時代了 對 這個大家要多打 七六名 哇 這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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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的第一名 這是我的第二名 你們在廣告俗家了啦 你們在做這一行的 你們在照廣告照廣告啦 不是太過分了說 這個品牌雷射跟傳統雷射不太一樣 是因為他打出來的這個時間 是傳統雷射的千分之一秒 換句話說他時間短很多很多 短到以前我們的雷射啊 是出了黑色素 那這顆黑色素細胞呢 假設他是黑人 他就吸光 吸了光他就碎掉了 碎掉之後 我們身體的新神態系就把他帶走 這就是因為他很不亮 所以他碎掉的同時也產生了能量 所以他會反黑 這個品牌很厲害的是 他打了因為時間很短 他還來不及吸光 就有一陣 就一個陣波就把他震碎了 所以他還來不及 記得反黑他是再見的 所以品牌雷射如果打得好的時候呢 其實他基本上不容易反黑 品牌雷射我覺得最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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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兩點 第一點是打毛細孔真的會變小 那你說毛細孔算後會不會再變大 我只能跟你說毛細孔是偏生活的 你不要想把他一到死 一到死你完全不出油 你的臉變成沙漠 其實毛細孔不會因為這樣變不見 因為他心得緊夠 但是他會變小 第二個非常非常有感的就是 黑色的眉毛 你們兩個沒笑啦 因為他們兩個太白了 後面那兩個 哈哈 攝影師 所以是用那個Q的 很多人啊 你會發現他的臉部身體黑 因為他的臉部曬太陽曬太多 像這樣子來打效果就特別好 他們一個療程是三到六次 沒有感覺 一次就有感覺 沒有感覺 對 那你最好至少做個三次 之後你就可以搭配其他的 新人酸、白鮮美白的產品啊 可以平常保養 畢竟沒有人說 今年四季通風 每個月或是每週都要來打 不需要嘛 所以就把他當作說 一陣子維持一下 一陣子維持一下 怎麼看 就 忘了 就好像是波尿酸 你們想不想把波尿酸 波尿酸 啊你為什麼 有針刺就 那你為什麼才打熱狗 你為什麼可以消滅 他波尿酸也是針刺 你剛剛說是因為針刺啊 他因為有針刺 因為我覺得還用不到我的針刺 我就已經看到你哪裡可以啦 就是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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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其實他皮質蠻高的啦 但是皮膚不夠無限 對 那你呢 你給我看看吧 我好像剛才一樣 是不是 應該需要 那唯一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是稍微把嘴唇打厚一點 因為他嘴唇比較像男生 比較像一隻唇 對 但講到波尿酸的時候 大家就會有一個疑問 問你有沒有幾千塊的欸 還有那個幾萬塊的欸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價差 他有我跟你講 很重要的一點喔 就是你是打大中小分子 還是超大分子的玻尿酸 那這些玻尿酸都不一樣 第一點是你不同的分子打的層次不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在法力輪要打 我一定要打最大分子 因為這裡常常在坐著 那我在鼻子 我一定要打那種顆粒型分子 大的顆粒型分子 鼻子才會平起來嗎 我不能打那種流質的 可是我不能在這裡打 看起來像精華液的東西啊 為什麼呢 第一個他撐不起來 第二個 他的效果可能半年不見 一分前進度喔 欸你講真的 你打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要打半年的 一萬塊以下的選擇 有很多 可是只要你要打超過一年以上的 一定差不多都在一罐以上 雖然玻尿酸最長的效期一般來說呢 是有1.5年到2年 為什麼呢 是一個範圍 有的人因為他本身的 玻尿酸效數跟結束度的關係 他可能1.5年就開始減少 那我要建議大家喔 有一個問題 你一定要記得來調理打玻尿酸 就是如果你有一點點輕微的眼袋邊 不要說對於空喔 有的人他是有一點點早期眼袋 但是又沒有到太刀的程度 那時候打玻尿酸來說就好了 所以大家在選擇玻尿酸的時候 就要做一個聰明的相對者 聰明的客人 你要知道你打的是能夠持續多久 然後是適合打玻尿酸的 寶貴一聲很重要 對 真的很重要 再來一次題 雙眼皮眼袋眼尾拉皮 其實你們這個年紀 應該很多人是想要做雙眼皮 那現在最近雙眼皮做的很聰明的是那個 九九 九九 那是他有歌嗎 他有歌 我以為他只做眼 他那個有人是說提言之間 沒有他一定是有做雙眼皮啦 因為他過完把大家給嚇壞了 我相信有很多人不敢去做雙眼皮 可是我覺得你真的不要擔心 主要是這樣子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男生的這個眉毛跟眼睛卻比較短 剛開始還在發橫期的時候 他們說會比較厲害 所以會看起來稍微比較不自然 可是通常這個情形格半年以後就會好很多 半年以後你就會發現更年輕更帥的九九哥囉 至於女生朋友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是超過四十歲以上 覺得眼睛下垂要割雙眼皮的人 你一定要先確定一件事 你不使額頭下垂 額頭下垂的時候 如果你去割眼皮 其實你的眉毛跟眼睛的距離已經短了 那你再把它割掉 也就會看起來像男生 所以你會發現 你或是歲上的 婆婆媽媽她去做了一個雙眼皮之後 她看起來怎麼變胸了 喔喔 有沒有 I'm not really 或是說變得比較不自然 所以這個時候 你第一個要做的事 其實是應該做前額吧 眼袋齁 其實以前只能開刀啦 那些人如果說是45歲以上 眼袋真的很嚴重的人 把開刀我還是會進去開刀 因為呢 你既然眼袋開刀花一次錢 就可以把它整理好 而且可以持續十年 你為什麼要兩三眼袋打一次不秒歲 但是如果你是 第一個 眼袋是在那種 開可不開 可是有時候又很明顯 那你再打針 我說打針至少持續三年 第二個 如果說你的眼袋是皮膚的彈力還好 那你也可以來打針 那眼尾拉皮呢 眼尾其實真的很多人 就是下垂直的就是眼尾 其實它通常真的不是眼尾 它通常是你的前額下垂 再加太陽穴 凹陷 因為你太陽穴如果是保暖的時候 你皮不會垂到這裡來 那很多人是隨便機增加鬆弛 再加太陽穴凹陷 所以對於眼尾拉皮 我們其實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個先把太陽穴打起來 把太陽穴打起來的時候 這裡比較空就會撐到這邊的圓 那如果你再來蠻嚴重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打一點點做五感運速 可以讓我們這邊的肌肉比較放鬆 這邊肌肉作用力比較大 所以也會撐一點點 如果再不行的時候 就要做眼尾的這個勤兒拉皮 就一步一步 第三題最近很康的 排線我就是怕怕的 怕 排線感覺就是視力度 不是都會有那個 這樣穿進去 對 它近年皮膚然後 肉 那些沉默 那你就不要理它就好啊 你不要看它就好啊 而且我會隱約覺得好像有信任的 你打針的時候 怎麼不會想說 那一針針穿進去 咻下一個議題就跑出來 看起來好可怕 哈哈哈哈 因為沒有人玩這種東西 其實脈線跟打針一樣啊 其實我很喜歡用脈線這個字眼 應該是叫做提升線啊 提升線跟那種脈圓線是兩個意思 那提升線拉提其實它是用針管 把線打進去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它沒有什麼開刀的事 第二名 好 國王電波跟美國音波 泰福音波 它也是音波咧 其實這兩個是音波 它們的不同都是緊實拉提 但是它的緊實拉提效果 我絕對沒有辦法分埋線 跟直升線 或是跟手術拉提 但是它有一個很強的效果就是預防 所以我常常跟我疑問的病人講 我跟我說 那我怎麼看不出來 我就跟他說 那這樣好了 你下次來我們開始打半邊 哈哈哈哈 打半邊打五年 我都不要幫你打全臉了 沒有差我五年都退錢給你 沒有人要啊 不敢啊 呵呵呵 要是我我就敢啊 半邊五年沒叫醫生要退錢給我欸 和後五年做另外半邊就好了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只是說它的效果是比較預防性的 換句話說你有做 你下水速度會比你比較慢了兩三倍 就維持的概念 因為你要說你很垂了 你今天已經八十歲了 你叫我打理這個 可以把你變到像50歲 那我我我真的做不到啊 你前清做不到我 不要逼我啊 所以你要選對治療 正常人來說 25-28歲的女生 女性的荷褲開始走下坡 她一旦打癌纖維就開始在減少 所以我覺得從30歲開始的人 就應該多多少少打 30-35 別人有連打一次就好 35-45 甚至到50 你一年半打一次 那50以上你可以一年打一次 動畫電波它是速度比較快 它的發力比較平均 那電波跟音波它有什麼差別 其實它們都是能量 只是說因為它們能量傳遞形式的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比如說音波它最是可以打到鼻孔 所以音波可能會稍微深一點 可是電波它是整片下去 電就會發散 所以它的面上也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你可以睜眼打這個 下一年打那個 交替打 眼睛的部分是不能打音波 因為我們眼睛有水晶體 水晶體不能受到震動 所以眼睛一定是打電波 那其他你就交替打就好了 我覺得最後是要提醒大家 無論你需要打 音波你有什麼問題 你要跟醫生好好的說明你的問題 而不是說 啊你今天自己上門說 選擇這個問題可以打什麼 你那條問題在哪 然後選擇最適合你的眼神 那今天也謝謝廖醫師來為我們解說 謝謝廖醫師 不可以來 好那過年期間 大家也是在做疫苗的時候 一定要張大眼睛 然後剛剛醫師有說要選 對醫師 沒錯 好那我們今天的美衣出任務 圓滿成功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以下的小鈴鐺喔